第九十四集 服侍张凡与黄胜的四个侍女 本来一直捂着嘴偷笑不已 带得车中女子现身 却忽然安静了下来 仿佛为其震慑了一半 不言不语 尽若寒蝉 女子的身影消失在了吉乐宫的大门内 大戏落幕了 张凡也收回了目光 摇起了一汤匙 放在了口中 原本还有点无所谓的表情 随着豚鱼酱入口 骤然一宁 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美味 在口中爆发了开来 刚一入口 还有点沙沙的感觉 舌尖上粒粒细小的鱼籽 饱满滑溜 正待咀嚼 鱼籽却在舌尖与口腔内壁 微微碰撞间自身爆裂 酸甜苦辣咸 无味杂陈 又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当中 缺一分则湿 多一分则固 极鲜极美 口中仿佛麻木了 瞬间不能辨别甘苦 常人悲喜至极 会导致失语 今日方知 味道美到极限 也会让人失味 不知过了多久 戴口中恢复了正常的感官之后 身体上的反应也接连出现了 先是一麻 像过电 又似被点住经络 酥酥暖暖 整个人不想冻上分毫 略略恍惚 好似沉浸到了一种美好的幻境当中 偏偏又神志清醒 并未觉出什么异常 这便是皇上所说的 赤炎心魂具有的毒素了 这毒素在鱼子当中尤其的强烈 非绝顶大厨不能碰调 而且这大厨还多是修仙之人 才可以把握住精确的度 毒素低了 这鱼子的功效便减弱了大半 毒素高了过犹不及 即便是修仙者的体质 也承受不住 身死当场都有可能 因此 烹调此物的大厨都要亲自品尝上一点 确认无误方敢上桌 毒素的效果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 身体便恢复如常 旋即一种轻松畅快无比的感觉犯了出来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也许只有那种常年污垢 一招搓洗方能形容其万一吧 皮肤上血液内 更有丝丝弱麻痒的暖意流动 感觉上就像是身体的杂质 在不停地被排出体外 张凡心知这种感觉不过是错觉而已 他的身体早年经过洗髓丹 造化果 筑基丹 多番洗涤 早已达到了如今修为程度的极限了 身体里面再无杂质可以排出 想要更进一步 除非借助结单之时龙虎汇聚的天地之力 方有可能 不过即便是再也无法排出杂质 他依然能感觉到身体受到了一定的刺激 不仅血液流动加快 甚至灵力的运转 也快上了一丝 这样的好东西 若是对炼气器的修饰来说 真是难得的真品 常年服用对筑基的帮助绝对是极大的 不过对他这样的筑基修饰来说 只能满足口腹之欲罢了 不过口腹之欲也是不错了 真是难得一见的美味啊 张凡一笑正准备尝尝其他东西了 一声巨响忽然传来 砰 黄胜一掌砸到桌面上拍案而起的同时 一把揪过一旁的侍女怒声道 这是什么东西 吉乐宫就是这么招待你家客人的 他提在手上的就是那种豚鱼汤 桌上还有一根汤匙在滴溜溜地转着 显然是他品尝了一口 发现了什么 这才爆发了出来 哎呀公子 这是我们店里最好的了 侍女见本来温文腼腆的少年忽然爆发了 当即被吓了一跳 随即又恢复了过来 娇声说道 一边说着 一边还把娇躯 椅上两团柔软 在他的肩膀上不停地蹭动 最好的 黄胜却不吃他们这一套 一把将他推开 冷然道 把你们老板给我叫上 今天要不给本公子一个说法 你信不信 我让你们这吉乐宫 从星碎群岛上消失 话音刚落 装着鱼汤的小钟 已经被一把灌到了地上 汤汁四溅碎成无数块 这一瞬间 黄胜表现出的大家公子的习气 让张凡眉头一挑 多少印证了先前自己的猜测 嗯 这少年来历绝对不凡 黄胜发完了火 也不理会吓得直哆嗦的侍女 气呼呼地坐下 倒了一杯灵酒一口饮下 这过程中 他看都不敢看张凡一眼 好似感觉很丢脸一样 少年的脾气 把在朋友之间的面子 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若非如此 看他平时的言行 当不至于如此 张凡呢也不以为意 咬了一口鱼汤汗在口中 细细地品味了起来 这鱼汤无疑仍是极其鲜美的 确实是赤盐心豚熬吃而成的 不同的是 那里少了毒素特有的体验 若非张凡刚尝过鱼籽 还未必能品尝得出来 少了这份毒素 豚鱼也不过只是 普通鲜美的鱼类而已 价值低上了数倍不止啊 弄清楚之后 张凡把鱼汤咽下 抬头问道 黄兄弟啊 这鱼籽和鱼竿 不是极乐工作的吧 鱼籽和鱼竿 是豚鱼价值最高 毒素最强 最难处理的部分 这些没有问题 鱼汤就没有出问题的道理啊 那么只可能 不是同一个地方做的 啊不是 黄胜摇了摇头说道 这两样东西啊 烹调难度很大 要专攻烹饪的修仙者 才能做得出来 也只有允星岛才有那样的大厨 这些啊都应该是提前做好 送过来的 说着他端起了豚鱼竿 放在鼻前秀了秀 然而肯定的说道 没错了 这些是刘福通 刘大厨的手艺 又岂是这极乐宫能够比拟的 呵 连谁的手艺都尝得出来 张凡有点无语 果然是大家出身 够讲究啊 这个时候 楼梯口处忽然传来了声声轻微的响动 这声音极其轻微 又不会让人忽视 出一入耳 脑海中便补出了一幅连足轻点 时机而上的画面 来人尚未出现一抹粉红的遗拟就已遍布 暖洋洋地勾起了人们心目当中最深处的欲望 恰在张凡与黄胜神色一动的时候 一个娇滴滴的声音传来了 哟 这位公子干嘛发这么大的火气哦 会伤身的哦 妾身可舍不得呢 甜腻腻的声音带着尾音 字字句句仿佛都要把人的魂勾走 声音传来的同时 一个倩影出现在了两人的面前 是她 车架中的女子 此时 这名女子已然换过了衣衫 粉红色的长裙脱地 让人诧异的 并没有半透明的样子 只是柔顺贴身无比 身姿摇曳间 将体态显露 妾身姚姬给两位公子请安了 这女子来到近前 一态万方地回礼道 姚姬 我看是妖姬才对吧 就在她俯身行礼之际 胸前上白敞开 深深的沟壳献了出来 简直要将男人的目光 连带着灵魂一起吸走一般 连张凡都在心中 暗呼吃不消了 更何况皇胜啊 只见他手足无措 既要副手而立 又似抱拳 这个脚步略动 又有搀扶之意 几个动作连在一起 很别扭 差点自己个儿来个狗啃屎 小弟皇胜 见过这位姐姐 忙活了好半天 皇胜终究还是 什么动作都没做成 只得两手老老实实地 贴着裤子 说完后 仿佛又想起什么似的 又一直张凡说 这是我张大哥 不错不错 这个时候还没把我忘了 也算是很难得了 张凡见他痴迷到这种程度 多少有点苦笑不得 现在看来 简直就是一个 见到梦中情人的 邻家男孩一般 哪里还有片刻之前 扬言要让这极乐功 无力追之力的风采啊 姚姬终究是见惯了男人的 对他的表现视若无睹 神色之间没有一丝的异常 只是微微醋眉 楚楚可怜地说 黄小哥哥 小店的东西有什么问题吗 让你发这么大的火啊 嗯 别不会是有什么误会吧 误会 黄胜眉头一挑自信地说 你们这赤岩新豚鱼 分别是养殖的 一点毒性都没有 也敢拿出来冒充啊 这样的表现倒是有点出乎 张凡的意料 本以为他会连声说 啊对 很好很好 不错不错 这样的话出来 不想他 居然此刻还能够条理分明地 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刚刚在心中暗夸了一句 这小子就露出了本来面目 哎 姚姬姐姐 你要相信我啊 不要让人再给骗了哦 他会让人给骗了 我看你小子让人家卖了 自己还得帮人家数银子呢 姚姬文言也不辩解 只是顺着他的话往下说 哎呀 是这样吗 姐姐管教下人不言 让公子见笑了啊 不见笑 不见笑 黄胜有点语无伦次了 脑袋一点一点的 目光顺着姚姬的衣领子 不知道滑溜到哪儿去了 这个时候 姚姬仿佛才看到地上的碎片似的 惊叫了一声 啊 黄公子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没有伤到哪里吧 我看看 说着他前一步 伸出玉手摸向黄胜的手掌 仿佛要细细检查一番似的 神情唯妙唯消 像足了关心丈夫的小妻子的模样 葱白的指尖 堪堪触及黄胜手背上的汗毛 一抹粉红乍线 如液体般流动不止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姚姬的手指与黄胜的掌背之间 一根手指 木然出现 挡住了那抹粉红的去路 姚姬眉头一挑 也不停止 指尖依旧向前 戳到了那根手指之上 旋即 粉红光泽流转 瞬间借着一点接触 流入了其中 哼 雕虫小技 也敢在我面前卖弄 医生仿佛负语一般的闷响 在姚姬的耳旁回响 这是神识震荡传音之术 在他本人听来 虽如红中大缕一般 但是一旁的黄胜 与诸侍女却一字也听不到 声音方才入耳 姚姬便觉指尖一阵异样 随即媚态不见 面色大变 露出了惊容 一根普普通通的手指 看上去并不如何粗壮有力 但在此时的姚姬心中 却如天柱一般肩不可摧 如大海一般深不可测 指尖粉红已经涌入 便如断线的风筝一般 了无踪迹 任他如何催动 皆无反应 本来姚姬并没有想如何 也没有使出全力 不过是想让这嫩厨 多少出点丑罢了 先前从下人的口中 姚姬早就了解了 这两个人的举止行为 尤其是看上去 如青涩少年的黄胜 更是引起了他的注意 修仙大家族出身的子弟 在吃喝玩乐之上的造诣 原本不是一心苦修的宗门弟子 想享乐却无条件的普通散修 能够比拟的 黄胜的表现正是注解了这一点 按理说 这样的大家出身的修师 最是麻烦 跟马蜂窝似的 一捅就出娄子 理智之人都知道不该招惹他们 不过姚姬是何等人物啊 跃进男人无数 稍稍一眼就能看出对方的根底来 像对方这样的刚出道的 世家少爷他减脱了 根本不会将女人的小小冒犯放在心上 反而会因为有表示大度的机会而高兴 男人一个个都是剑骨头 摇起脸上笑盈盈的 心中却不屑至极 正想着看到这大家公子的丑态呢 不想却被那根手指给阻挡住了去路 感受着那根手指上大海般澎湃的灵力 耳侧沉舟木骨式的声响 他脸色终于大变 再也不敢流利 仿佛浑身无数只大手扶过微微的颤抖 胸中情欲熊熊燃烧 指尖粉红光泽决堤而出 声声交喘声音之声 无端响起 眼前顿时一片粉红朦胧啊 听在耳中如坠色欲天地 无数天女魅惑无边 妖娆多姿 绕身起舞低音啊 这一来 二楼之中不分男女尽数面红耳赤啊 那几名侍女更是没有什么修为在身 一听之下 更是首腹下腹 胶躯乱颤 眼中水汪汪的 弹口轻张 似要声音出声 此时涌入那根手指当中的粉红 乃是姚姬身经百战提炼出的 欲火真力 即便是余波 也使得周遭众人 丑态毕露 更何况这 全盘阶下之人呢 他面露得意之色 抬眼望去 正想欣赏一下 手指的主人 欲火中烧 鲜泻不出的丑态呢 要知道 这可是他生平最大的嗜好了 看男人出丑 不曾想 这一看之下 姚姬当即花容失色 此刻 张凡的脸上 似笑非笑 哪有丝毫沉沦浴海的样子呀 就在姚姬心中一沉 张口欲说什么的时候 一股刺痛之感 忽然如潮水般涌来 瞬间将它淹没了 身吟声再起 此次却再无丝毫诱惑之感 反而是无尽的痛苦在这其中 稍稍听闻便令人感同身受 面露不忍 可想而知 姚姬此刻痛苦到了什么程度呀 火热 燃烧 察觉到不对的时候 姚姬便想收回欲火真力 低头服软 像他这样寄人篱下的修饰 做起来绝无任何的障碍 不想对方却连说话的机会 都不曾给他 顷刻之间 所有的涌入对方体内的浴火真力 尽数被火红如出生之日的灵力所包裹 旋即燃烧了起来 这些真力可都是姚姬一丝一毫 燃烧情欲而得来的 可以说是心血相连 方才能够如此控制自如 但是也正因如此 当这些浴火的产物 一点一滴地被燃烧的时候 相应的痛苦也作用到了他的身上 此刻的他哪还有丝毫魅惑众生的样子呀 一身衣物尽数被汗水如湿 贴服在皮肤上 不显诱惑 倒是现出了狼狈之态 若是眼力好的人 还能透过轻薄的衣物 见得他身上 不只是因为痛苦啊 还是恐惧啊 激起的无数鸡皮疙瘩 它是注击消失